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国小将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 就在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被调查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深陷舆论风波之际 知名女星赵薇突遭大陆全网封杀 她与马云及气功大师王林的神秘关系网再次受到关注 1998年 赵薇凭借还珠格格一夜爆红 拍这部戏的时候她还是一名学生 还珠格格之后 赵薇的片酬也开始三级跳 2014年 赵薇主演虎爸虎妈的片酬高达1500万元人民币 在大陆女星片酬排行中居首位 昨天8月26日晚 中国女星赵薇现舆论风波 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反映 赵薇主演的还珠格格等多部影视剧 在腾讯视频网站所显示的主演名单中 赵薇被除名 稍晚时候 优酷爱奇艺腾讯等视频平台搜索赵薇名字 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结果未雨显示 赵薇超话随后也被封 对于赵薇疑似遭封杀 中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说明 不过 赵薇近年来在商圈可谓风生水起 旗下拥有多家企业 赵薇也曾因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被罚 据中国媒体8月27日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 2011年 赵薇入股刚上市的唐德影视 150倍的回报率让他出偿到了经商的甜头 2014年 赵薇 黄有龙夫妇赤资31亿港元买入阿里影业19.3亿股 股权占比达9.81% 成为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 2015年4月 阿里影业股价大涨 赵薇和黄有龙赚了20多亿元人民币 2016年 赵薇用6000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 以杠杆撬动30亿来收购万家文化30%的股权 后万家文化更名为祥源文化 多年前 上交所对祥源文化 龙威文化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 公开认定黄有龙 赵薇等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职务 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赵薇任职14家企业 其在赵赵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 上海新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和上海星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 目前 上海新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营状态是吊销 未注销 上海星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已注销 照照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经营状态为存续 其查查风险信息显示 2018年 赵薇曾因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被行政处罚 处罚单位为中国证监会 此外 赵薇还有6项股权冻结信息 赵薇的影视作品被中国视频网站下架 同时下架的还有其他劣迹艺人郑爽 霍孙等人 只是别人都只是情感形象 偷漏税等 而赵薇的问题显然并不只是这些 赵薇的资本雄心 其他演员可比不了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 欢迎订阅我频道